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宝庄成,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489集 何家和顾思岩当同学,何家妈妈还认识周小姑 因为何家的爸爸和顾正清也是同事 同样都在教育部上班,别管职务是大是小 何家妈妈现在就揪住了补习班不放 她认为何家去补习,补习班的老师就有义务要对何家负责 何家妈妈蛮不讲理,这点儿都没有太过分 起码在何家读的中学,老师们都是很负责的 何家和顾思岩这种小姑娘在学校都很乖 情窦初开会有,眼神不经意撞上都要惊慌一开 亲手都不敢,还能私下里越过底线 学校里有老师看着,回家有家长 唯有在补习班是脱离了何家父母监管的 何家简直是兵荒马乱 季江源要表达同学的团结友爱 夏小兰该怎么拒绝呢 夏小兰怀疑季江源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但季江源表达的太正常了 夏小兰也不想引起她的怀疑 就说自己要去医院,季江源跟着不太方便 说假话的时候最好得掺着真话 纯粹的假话很容易被揭穿 那就需要更多的假话来圆谎 夏小兰是真的要去医院 她希望季江源此刻能发挥她高情商的美国作风 善解人意,给她留足充裕的个人隐私空间 没想到季江源一脸关切 小兰同学,哪里不舒服吗 我骑车搭你去医院吧 夏小兰神清气爽的,没有哪里不舒服 现在她觉得肝有点疼 季江源骑的是在八四年很拉风的山地车 一身品牌运动服配山地车 季江源更像是三十年后的大学男生 阳光朝气,脸皮也是一样厚 山地车后面连个座位都没有 怎么搭她去医院 夏小兰和季江源对视半天 屈服在季江源的坚持下 行,让你跟着 她要是反复地推诿 季江源就会更怀疑 夏小兰真的一点都不敢小乔滑青里面任何一个学生 观察力都很强 聪明地要命啊 季江源也不是白跟着 她还真是出于同学的情意 就算不是夏小兰 昨天看见别的女同学被骚扰 季江源同样会管这事 一路上她就和夏小兰讲了打听到的消息 她家里在高教司有关系呢 这人要是再来铲你 我举报她 夏小兰去举报就算了 高教司对大学生的前途影响很大 季江源是无所谓的 她不一定能在华清念多久 随时都可能回美国去 她觉得照她妈妈最近的情绪 她可能在华清念不完大一就得走 因为这特殊的关系 高教司是拿她没办法的 季江源也不怕把天捅一个大窟窿 没事 她可能就要自顾不暇了 哪有空找我麻烦啊 季江源的心意她领了 举报王建华还不需要 王建华虽然是个软饭王 却又有奇异的自尊心 心里怎么想都不说 表面上却又包装得极为要脸 夏子瑜一家子会耍阴招 王建华这样的自持身份 估计想着怎么叫她后悔 怎么让她刮目相看 说得难听点也就是个怂货 夏小兰也没把她和王建华的恩怨 详细告诉季江源 夏总难道不要脸啊 虽然撞墙自杀的是夏小兰 可现在都会算在夏总头上 这可真没有拿出来说的必要 和季江源说着话就到了医院 夏小兰把自行车架好 你帮我看住一会儿车啊 我上楼一下 很快就下来行不行 唐虹恩出院是坐车 季江源在自行车棚这边 和唐虹恩碰上的几率很小 你一个人没关系吧 夏小兰神色自若 没关系 这时候只能我一个人去 在医院还是很安全的 等他走了 季江源在原地沉思 他看得懂 夏小兰比较抗拒他跟着 这种打搅为难别人的事 季江源寻常是不会做的 就是昨晚有个冲动 让季江源控制不住自己 失礼不失礼的也顾不上 他不把这个疑惑搞清楚 心里是不会踏实的 夏小兰瞧着身体没有不适 那他来医院做什么 季江源不想打听女同学的隐私 他把车锁好了 自己转身往医院门口走去 啊 小兰 你来了 小王跑上跑下的 办出院手续 夏小兰问需不需要帮忙 小王通通摇头 那我去看看 唐叔叔那边东西收拾的如何 夏小兰去到病房 唐洪恩自己在收拾东西 比起手术前瘦了点 精神却不错 瞧见夏小兰过来 唐洪恩也挺高兴 我今天出院 叫回澎城去 免得你这个丫头连上课都耽搁 一天跑两趟 夏小兰这几天来医院可够勤快的 汤洪恩岂能察觉不到别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呢 夏小兰 夏小兰精明归精明 汤洪恩早发现 她是个十分知恩图报的人 水钥匙对夏小兰是真心的好 她怀疑的关切是翻倍的 汤叔叔 季将员跟着我过来了 您说 她是不是知道点什么了 汤洪恩正好把床头的书也装进行李袋中 文言就往门后看去 夏小兰赶紧解释 没让她上来呢 不过我估计也拖不了太久 问您就是想知道该怎么办 汤洪恩想不想见季将员呢 人在生病时的想法和平时不一样 汤洪恩动的这个手术不算多严重 万一想法还是变化了呢 一瞬间 汤洪恩的脑子里的确想了很多东西 她之前有很多顾忌 季雅的绝情和不讲理 反而让汤洪恩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决绝 他来也罢 早晚都要知道的事 之前是我没想通 嘎吱 病房门被推开 季将员提着一袋苹果站在门口 他和汤洪恩四目相望 这不是那天华清昏暗的操场 汤洪恩就明明白白站在那里 他和季将员其实不太像 季将员更像他母亲 以至于夏小兰从未觉得 季将员眼熟 但父子俩有血缘关系 若说一点都不相似 那也不可能 汤洪恩是中年男人的气度 季将员是年轻男孩的朝气 父子俩有截然不同的气质 四目相望 那种血缘的羁绊 无从遮掩 所以 你真的是 如果你还有小时候的记忆 那我的确就是和你有十二年没见面的 其生父亲 季将员 我 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呢 抱歉他缺席了季将员 从七岁到十九岁这之间的时光 可能在他最需要一个父亲时 偏偏是没有的 那种血缘的